MIRROR 演唱会事故 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言 情况仍然严重 他爸爸说 儿子无需靠呼吸机协助 李启言的爸爸 李成林牧师发出代讨讯 表示昨日在医院 与儿子共度中秋 又透露儿子虽然脱离 呼吸机的协助 但有可能会引起痰疫积聚 而有并发症 过去一个星期 开始第二阶段的复康治疗 形容日程表密密麻麻 担心儿子的身体负荷不了 李成林又引述李启言说 接受了会有一段很长时间 要留在医院治疗 会安然面对 李成林期望 相关的政府调查报告 能够清楚地找到事故的来龙去脈 并且作出合理的处理和跟进 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个成员 出版三本儿童绘本 村某发布煽动刊物罪 各被判囚19个月 法官判刑时说 绘本以四岁以上的儿童为受众 涂毒儿童思想属于洗脑工程 五个被告包括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 主席黎文宁 副主席杨逸议 秘书五考仪 师傅陈元森 和委员方子浩 由筹车压送到区域法院 控罪指五个人 前年6月至到去年7月 借三本儿童会本 阳川守卫者 阳川十二勇士 和阳川清道夫 以狼和羊来分别比喻内地和香港 意图引起憎恨 或者藐视特区政府和司法等 经审讯之后 被裁定串谋刊人 发布分发展示 或者复制煽动刊物罪成 被告黎文宁陈澄的时候 提出反思言论自由 有几自由 有没有界限和代价等 被国安法指定法官国伟建宗旨 认为属于政治宣言 对判刑无关 又说法院不可能 只手遮天 如果不服可以上诉 另一个被告杨逸依就说 与其说绘本有没有散播谣言 不如说是对正确历史观的审判 又说工会承担道德责任 出版绘本是意图制止制度的暴力 自然不后悔站在羊的一方 唯一后悔是没有赶及被捕之前 出版更多绘本 法官国伟建判刑的时候 说本案严重之处 在于有风险荼毒儿童思想 中央政府一直行使对港主权 而绘本就描述中央做非法和不正当的事 不反抗就会被失害 以四岁以上的儿童为受众 属于洗脑工程 绘本也透过印刷和电子书等广泛发行 法官又问被告 为什么不在绘本中说明香港从来不应该由中国分割出去 为什么运用言论自由来否定中国无可争论的主权 最后以21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 着情扣减两个月刑期 判处五人监禁19个月 本案是第一宗被控煽动可物罪的案件 五个被告自去年7月被捕 已经被还压超过一年 墓斯里斯记者 浙月问不到 东方日报社论 港府将谷针之首对准幼童 这个月30日起分两阶段实施疫苗通行证最新安排 首阶段要求5至11岁儿童需要陆续打第一和第二针 次阶段即是11月30日起或一要求需要打至少两针 目前未打针而染疫的幼童 即使快策程阴性也需要坐满14日监监 谷针防疫无可口非 但必须要尊重民意 取得平衡 否则谷针一旦变质为逼针 激起的民怨就不用小取 明报社评 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战越演越烈 已经严重威胁今年冬季的欧洲经济民生 在上个星期召开欧盟成员国会议上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提出五点应对措施 其中包括对俄天然气实施限价 定价不及现时俄气价格的约五分之一 对此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他愚蠢 而欧洲各国对这个建议也意见分歧 欧盟的能源危机兆和于俄乌战争 但和根其实早有迹可尋 现在大祸临头不能釜底抽身 反而致死亦焚 有时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本港新增9787宗新冠病毒个案 再多8人死亡 当局呼吁市民 在中秋节假期期间 尽量减少跨家庭聚会 新增确诊中本地感染占9602宗 10间安老同残疾院舍 录得9个院友同一个职员染疫 一共71个院友需要隔离检疫 多16间学校一共17班要暂停面售课一个星期 其中在王竹坑的南道中学 早前有两班停课 最新再多一班陆续有三个学生染疫 亦都要停火一个星期 当局相信三班并没有关联 当局又呼吁市民中秋节假期期间 尽量减少跨家庭聚会 如果要出席聚会 应该事先做快测 如果有病症的话 就算做快测是阴性 都可能是一个个案 不过因为可能是快测未能快测到 都是要避免促进这些活动 另外多8个患者离世 其中最年轻的是21岁男病人 无打针 本身有劳坦 星期三快测阳性 第二日入住联合医院 道急症室无奈 已心臟休克 经抢救之后恢复心跳 但留院期间情况持续转差 星期五凌晨离世 但它的X光 都有很明显的肺化和肺炎症状 而且它刚刚受到感染 也没有任何疫苗注射 所以我们各方面看 我们都相信它可能是一个新冠肺炎 拼发一个呼吸系统的衰竭 而引起它的死亡 定播疫情 累计有9575人死亡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中秋节多区都有彩灯活动 不少市民晚上出街上雨上灯 虽然大致多云 不过间中都见到满月 明月照地堂 云层无遮挡 还秋风送爽 炮台山维港旁边的东岸公园 成为了上月叶满地点之一 火花等特色艺术装置 配上维港万家灯火 还有灯龙海 双双对对 或者一家大小都人月两团圆 最重要的是可以上月 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这边凉爽一点 他们出来走走 否则经常在家里 都不是对小朋友不好的 东岸公园这里周围都是人海 要保持社交距离似乎都有难度 也都没见明显有人 提醒市民要遵从防疫措施 而在维园彩灯展 上饿和玉韬继续齐集 不少人吃完晚饭之后 来感受节日气氛 如果八月之境看得不清楚 在佐敦谷水道花园 不用抬头仰望 明月亦都近在之情 即是说它很圆 真的很逼真 这样都很漂亮 很圆 很大 后想之后 都会有这些东西在这里 抗文署就呼吁市民 宽度佳节期间 千万不要包纳 也都避免荧光棒 或者其他物品 抛到树上高 或者放恐鸣灯等等 也都要遵守四人限聚令 无线电视机 就在中卓希报导 内地一年三日的 中秋节假期展开 大批民众到浙江 观赏前塘江大潮 对浙江海宁的民众来说 农历8月15 除了是赏月还有赏潮 因为每年的中秋节前后 都是前塘江观潮的最佳时机 所以前塘江半这一日人群如潮涌 红州汽障台预计 在正常汽障条件之下 来近星期二 前塘江冲潮代表站 最大冲高会达到1.4米 内地的三日中秋节假期展开 而因应近期多地出现疫情 为免假期之后出现规模式疫情 星期六开始到10月底 民众搭高铁、飞机等等 都需要出示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而假期第一日 全国铁路预计会运送625万人次 并计划加开超过300列列车 至于公路方面 就预计全国公路猛流量 会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导 晨周14号三个航天员 在中国空间站度过第一个中秋节 亦都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度过中秋 航天员享用月饼等的认质食品之外 亦都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晨周14号的航天员 在农曆8月15日 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中秋节聚餐 为了让航天员可以在空间站更好过节 晨周14号飞船发射的时候 地面支援队就准备中秋食品大礼包 除非船进入太空 特别感谢我们地面的保障人员 让我们的太空生活也充满了浪漫和惊喜 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除了月饼之外 航天员攜带的蔬菜种子 经过近三个月的培植之后 已经掌成两株太空生菜 可以为聚餐家送 由于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周 航天员一日可以欣赏到16次月星月落 三个航天员又在昨晚的央视中秋晚会 为大家送上祝福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三个航天员的后组工作 将围绕下次出庄任务 检查设备和天地协同演练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仪报道 国家航天局公布 探月工程四期已经获批 目前进展顺利 当局说探月工程四期 包括上俄六号、七号和八号任务 并且将会在未来十年内陆续实施 而上俄六号是上俄五号的备份 具备采样返回的功能 并将会到月球背面执行任务 而上俄七号正在研制当中 未来会对月球南极进行探测 并且将会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营 星岛日报报道 本港虽然在8月中放宽检疫期到3加4 不过入境人数升幅未及预期 对检疫酒店的需求大减 根据最新名单 10月初将会再多3间酒店 推出检疫酒店行列 有业界人士估计 目前检疫酒店的入住率 剩低大约四成至五成 酒店可能考虑到检疫政策 还有机会再放宽 因此选择转回做普通酒店 业务弹性更加大 业务卫生局说 至今第八粮指定检疫酒店计划中 有7间酒店因为不同的原因提前解药 涉及大约3100间房 不过房间总数仍然维持近2万3千间 供应仍充裕 东方日报报导 政府早前发信到全港大约1,600个屋村互助委员会 说最迟需要在明年1月前解散 又组织就此进行公屋居民意见调查 在各区收集的603份问卷中 八成受访者不同意解散互委会 招过七成受访者忧虑 护委会解散之后 居民会失去监察房处 管理公司以及区议员的架构 失去反映公共屋村的意见 有成员说 政府部门至今年4月至今拒绝会面 讯问当局有没有听到民意 组织要求长远保留护委会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 今个月19日在伦敦西敏寺举行 英国皇储威廉和克里两夫妇 一起在温莎堡梁上 外界认为是他们和解的先兆 沃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乌军在东部和南部收服室地 达到2000平方公里 回来本港 MIRROR演唱会试过 重伤的舞蹈员李启燕 情况仍然严重 他爸爸说 儿子无需靠呼吸机协助 李启燕的爸爸 李胜良牧师发出代讨讯 表示昨日在医院和国仔共度中秋 又透露国仔虽然脱离呼吸机辅助 但可能会引起痰疫积聚而出现病发症 过去一个星期 开始第二阶段的复康治疗 形容日程表密密密密密密 担心国仔的身体负荷不了 李成林又引述李启燕说 接受了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要留在医院治疗 会安然面对 李成林期望 相关的政府调查报告 能够清楚地找到事故的来龙去脈 并作出合理处理和跟进 两男一女涉嫌盗取大约值2600万的虚拟货币被捕 警方减获包括现金、银行卡和电话等证明 早前一间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报案 说一个26岁的前员工 去年11月至今年7月 分64次由公司的虚拟货币账户到取320万个泰达币 转移到不同的虚拟货币平台等 部分已经转换成现金 并且买了两层住宅和私家车等 警方追查发现 各前员工的26岁女友和女友的23岁弟弟 怀疑有份处理涉款 警方以涉嫌盗涉和洗黑钱拉了3个人 并且起翻大约值1082万的款项和资产 在广州一间饼店 以手工制作传统月饼 最近每天都有不少人排队 驻广州记者周俊锋带我们看看 准备好莲蓉和蛋黄 师傅开始包馅料 用的模板有别于一般月饼 盖模 上盘 挖鼻和眼睛 鲜看10分钟 变成微金黄色 拿出来后掃上蛋黄 再放入焗炉 整个工序大约1小时 每次只可以生产大约70个 特别的还有这个红白绿的竹笼 二合为一就造成这一款猪龙月饼 广州这间经营了近60年的传统饼店 最近每天都吸引了不少人排队 排了好久 我八点半过来 朝鲜人就喜欢上月 然后住宅就寓意比较好 平时买开这些铁冠盒 那些都吃开这么多年了 差不多 跟着都没什么新意了 都是吃回这些老港的传统月饼 就手工月饼 引起真是小个回忆 爸爸妈妈买回来 奖励自己 觉得挺开心的 月饼这么受欢迎 在店家意料之外 猪龙月饼通常开头 就是用来试个月饼皮 试那个皮 是行不行 行呢 就做过传统的鱼的月饼 后来就演变了 不如扔一些动物 上次生肖 那样来卖出去 看看有没有人喜欢 那样做了出来 就很多人卖 他说近年广州的年轻人 都注重传统文化 希望可以将这一份情怀传承下去 在广东湾里面 猪龙入睡就愿意裁员广进 和加肥润润 也都希望收到这个月饼的人 同样收到这个福气 另外广州也都是广式月饼的 主要生产和出口基地 根据广州海关数据 今年头八个月 广州的月饼 总出口货值近五千万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一成 无线电视铸广州记者周长峰报导 星岛日报社论 微欧和俄罗斯的能源战升级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 要将俄罗斯石油出口价 限制在每桶44美元 俄罗斯因而报复 关闭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北溪一号管道 令欧洲冬季断气危机加剧 欧洲天然气不足 可能令民怨急升 导致社会和政局不稳 恶性通胀和高昂能源价格 就可能重挫欧洲经济 欧洲正是酝酿一场完美风暴 欧洲与其切法限制俄罗斯游戏价格 不如对美国能源限价 要求美国对欧洲作出道义援助 如果美国不肯援手 那么欧洲就要检讨 能源战令美国富 欧洲穷的现象 是否对欧洲公平 东方日报社论 港府将谷针之手对准幼童 这个月30日起分两阶段 实施疫苗通行证最新安排 首阶段要求5至11岁儿童 需要陆续打第一和第二针 次阶段即是11月30日起 或一要求需要打至少两针 目前未打针而染疫的幼童 即使快测情阴盛 亦都需要坐满14日疫监 谷针防疫无可厚非 但必须要尊重民意 取得平衡 否则谷针一旦变质为逼针 激起的民怨就不用小趣